HELLO 大家好,我是水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使用我们的ECEL 去实作计算我们的日期之间的年与日之间的差异呢 到底要怎么去计算我们的天数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报表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计算说 比方说6月27到8月1号 这段时间总共过了几天 透过这个日期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说 我们跟客户的合约 或是说我们跟对方的期间的要求呢 我们总共做到的平均呢 销售率呢 或是我们要给对方的利息 甚至是说我们销售出多少数量 然后在出于平均值 我们就能知道说 我们一个月的销售率啊等等 然后卖出多少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时常要去计算嘛 不管在各行各业 所以呢 我们要如何快速的在ECEL之内呢 去计算我们天数过几天呢 通常呢我们都要去开 我们的日期自己去计算嘛 但是呢ECEL内部呢 就有一个方便的函数 可以让我们去快速的一个计算 它就叫 DeadDiff 对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呢 就快速会花几分钟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我们这个函数 首先呢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如何计算我们的天 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 打一个等于 然后一样我们就打上 我们的DeadDiff 这边要注意打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 制动智慧提示 所以可能会让 大家以为它是不存在的 但其实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自己主动的 把它完整的都把它打出来 然后夸胡 这时候我们要打什么呢 在这边我们看到它的介绍 它介绍里面就有一个 StateDead 跟一个EndDead 还有一个Unit 就是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还有要计算的单位 那我们先打一个开始日期 我们就把我们这边 打的一个翻译带上去 2016.1627 就是2016年 然后呢我们按豆号 再打一个结束日期 这时候呢 第三个我们要代入单位 那它下面呢 就会跟你说 单位有什么 比方说单位有Y的话 就是它这边就有写嘛 它说 这个单位它是做什么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that you want returned where 然后下面就会写这个单位 每一个代表一 如果是Y的话 它说 the number of complete years the inner period 对 就是说这个数字呢 会返回完成 它在这期间之间的 年的差 年的一个差异 对 好 我吞口水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假设 我们先用日来计算好了 比方说我们想知道 6月27到8月1号 总共过了几天 那我们就打 双1号 然后呢 你也打一个D 然后这个基调要拉开 这时候它跳 锦面 代表说我们有地方答错嘛 那我们就要去看 诶 奇怪 我们到底哪里答错了 这时候要继续去看一下 它是 函数 是DAT DIF 我们稍打了一个D嘛 对 OK 再DIF 少一个D 所以我们函数名答错了 所以它连 计算都没办法计算 这时候修正之后呢 我们就能成功看到说 它计算6月27号到8月1号 总共过了35天 然后呢 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计算到年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 2020 我们就知道说 2016的6月27号到2020的8月1号 总共过了1496天 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上一个叫Day嘛 那接下来我们要计算的 不只Day 我们可能要计算Year 就是我们的年 好 那年怎么打呢 我们就一样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这边复制公式 然后复制过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简单的 就像它右边介绍一样 我们把你念的D 换成Y就好 那就很快速的看到说 它这边就显示 2020-2016 它们之间的差异呢 就是4年 所以同理可证 我们这边用月 也是一样是可以这样计算的 所以我们只要拉过来 然后打我们的月 我们就能看到说 哦 总共差了49个月 49个月 这样它就很快速的 把我们把年月日都计算出来啰 那这时候呢 就可能会有 我想提问说 嗯 可是如果 我只想要算是 某一年的 月份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只想知道说 6月27到8月1号 而不想知道它的年 差几天 我只想算 6月到8月 这一个日期 但我又不想动到它的年 那这部分我要怎么做 那它右边当然也有一些介绍 它就是说 它可以打ND或是YN或是YD 对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介绍去 它就会说 诶 比方说我打YD 那这个年呢 它就会忽略 它就会忽略 然后它就只算日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吼 我们这边打YD 然后看一下 OK 我们就能看到说 同样是2020的8月1号 减2016的6月27号 那它就会忽略这个年的天数 它只计算8月1号到6月27之间的差异的一个天数 所以一样是35天 一样是35天 我们就可以用右边这些方法呢 去很快速的计算出忽略年 然后只计算月 或是呢 我们也可以忽略其他的 忽略天跟年嘛 然后去计算月或是日等等 好 那这边我就拿到我的日了嘛 所以这其实它也是Day 不过差别的是说呢 同样是Day 那我这个可以计算全部的天数嘛 可以计算 所有年的年月日 你念的1496天 但是呢 这边我就可以单纯取得 我只要计算它的月到日 这样 好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很快说的到这边 虽然讲的有点不是很好 希望今天的教学呢 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各位有问题呢 也是可以在影片上面发问 我都会及时回复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